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南韩以及日本领袖通话时重申 在北韩星期三宣称进行轻弹试验之后 美国毫不动摇地致力维护日韩两国的安全 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晚间与南韩总统朴槿惠 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分别通过电话 白宫表示三卫领袖同意共同对北韩最近的狂妄行为 做出一致强而有力的反应 同时南韩统一部在星期四说 将会对进入开城工业园区加以限制 与该园区并没有直接业务关系的访客将会被拒绝进入 自平壤宣称成功地进行一次轻弹试验以来 这是首以采取的第一项具体行动 星期四专家急于寻找有关北韩轻弹试验的更多细节 北韩的举动招致全球各国怀疑和谴责 有关官员说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或更多时间 来确定北韩是否成功进行轻弹试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